如果说像我们的石板它没有线形,比如是平的,是平的,我们没有那种带1%线形的那种石板来对刀的话,我们如果说是这种平的石板来对刀,效果其实也是一样的,过程也是一样,我们放这个石板把它放进去以后,放进去以后,我们这个因为是没有磨过的嘛,所以说这个位置不好定,因为石板是直的,它不是圆的,所以说进不了这个圆槽不好定,那我们只需要把石板走到这个磨轮的上面,走到这个磨轮的上面,你只要用手感受, 两边只要是一样的台阶,就是两边的台阶只要是一样的,我们就直接补长上去,把磨轮吃上去,把那个造型吃出来,造型吃出来以后,我们把那个石板,你只需要石板只要吃这么长一节就可以了,吃出来以后把石板退出来,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圆弧度是不是对的,如果圆弧度是对的,我们就直接这样成形就可以了,把这两个成形成出来以后,再把那个石板拿去最后面的那个抛光轮,再给最后面的那些抛光轮